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那那个是1945年的了 但是1941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让台湾人历史混乱的事情 那时候什么 美日太平洋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打 如果你现在在打仗 你会怎样 跑 躲 还有心情去管说 我现在已经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吗 这就是台湾人历史记忆混乱的时候 1945年的时候颁布 1941年的时候就在打仗了 那1941年 1945年的4月1号颁布 然后9月2号的时候 日本就投赏了 这样才几个月 是不是整个月而已 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 但是成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这已经是事实 可是对于本土台湾人的历史记忆来说 他觉得很短暂 而且还没感觉 可是事实就是事实 那当时的迈克阿瑟 同盟国盟军最高统帅 他颁布一般命令第一号 他说 我决定要将日本帝国四分五裂 五马分尸 因为他感觉偷袭我的珍珠港 他也会怕嘛 那他日本四分五裂怎么分 北方四岛 由当时的俄罗斯战管 韩国独岛 日本本岛由现在的日本政府 琉球联合国托管 台湾跟澎湖呢 就交给蒋介石集团代理占领 所以为什么是蒋介石 因为 美国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 他想说 华人或许会散代华人 语言比较能沟通嘛 那所以蒋介石 战管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1945年10月25日 交战国占领日 我刚刚一直有强调台湾的文化 在日治时期50年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有武士精神 全岛的初级教育文化水准素养是不是很好 可是在10月25交战国 就是蒋介石集团来台湾之前 有两个月台湾没有政府 请问没有政府台湾会发生什么事情 没事吗 要不要抢劫全联 要不要抢劫7 没有 然后呢 有没有 没有 两个月的时间 很平静 台湾人的素养已经可以成立 自卫队自己管理自己 不需要政府 这样素养高不高 可是你们知道 我们刚是不是说 中国落后台湾多久 会100年吗 那这样落后的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来到台湾的时候 你知道那些兵呢 他们的素养在哪里 台湾呢 已经都有世界第三大的水库了 然后呢 他们的兵来到台湾 他们就去杂货店 买了一个水龙头 然后墙壁呢 挖一个洞 水龙头插进去要准水啦 啊没水喔 他又去杂货店的老板买 你怎么买我这个东西是假的 这样有行吗 他们的文化素养就是这么差 他们连水龙头的水怎么出来的 都不知道 我们被这样子的人控管统治 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们说哇 台湾 保抖了 这么厉害耶 而且600万的人口不多 还有钱的 一年山寿物产风饶 极尽所能的 挖偷抢 公然抢夺 为什么 因为中华民国当时需要钱 中华民国国民党跟中华民国共产党当时自己的国家在国共内战 那他被美国派领带领 占领台湾 发现台湾这么有钱 当然 所有的物资 他狂印他的所谓的没有用的新台币 然后买我们的柴米油盐酱注查 全部都运去 中国大陆资助他的国共内战 所以 他觉得台湾很好啊 一来到台湾 他就想要占领台湾 集体强迫将台湾的人民规划为中华民国的国籍 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占领本来就不得已转主权 而且你也要让当地的人民有两年的思考期 完全没有做到 所做的事情都是违法 所以大家现在拿的那个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是违法的 所以1947年2月28 我们会发生什么 228屠杀事件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刚刚是不是讲我们历史的悲剧 我说我来到台湾民政府是被逼的嘛 所以为什么年轻人是政治能感 我对政治啊 没有太多的狂热的感觉 可是来到台湾民政府了解228之后 以前读的历史课本 228轻描淡写 是不是 就带过 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讲 它只是一个历史事件 可是对本土台湾人来讲 它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刚刚讲的沉沉坡 他从车站出来 手就这样子被绑着 然后铁丝就从手掌穿过去 然后被压在地上 然后砰 当场在车站的门口 就枪决了 有原因吗 没有 有理由吗 没有 这叫屠杀啊 我们当时日治时期 做了很多的建设 我们是不是有医生 律师 老师 博士 硕士 很多的艺术家 两万到三万人 他可以组成一个什么 坚强的内阁 议会 他可以组成一个 很进步的台湾的政府 他发现 你中华民国 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台湾人 不可以 你违法 当他发现要抗争的时候 那时候呢 直接屠杀 就发生了228的屠杀事件 他将你这些精英 全部屠杀完之后 然后呢 大家历史上所知道的 白色恐怖戒严时期 我把你这些有能力的人 全部杀光光之后 知道的人 我在用历史上最长的 38年又56天 来把你们洗脑 让你们不知道 台湾真正的地位 不知道你本土台湾人 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 38年又56天 足以让你们现在不知道 什么台湾真正的地位了吧 让你相信中华民国 就是真正的 你们的国家吗 是不是 这就是 这就是他在侵蚀我们历史的记忆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心里面都会很难过 以前都没有感觉 现在会觉得 你自己也是本土台湾人 原来我们曾经 可以台湾人可以过得更好的生活 是这样子被磨灭的 但是 美国也想不到 在1949年10月1号 我刚刚讲到的国共内战 中华民国 于国共内战的时候战败了 他被 中华民国的共产党 赶出了他的首都南京 当他被赶渡他首都南京的时候 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土 这一刻 中华民国就成为了流亡政府 这就是流亡政府的由来 所以当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国土 他要去哪里 他要期待 那时候美国也有问 可能菲律宾还是哪里 有没有人要搜留他 开始让他流亡吗 没有一个国家要搜留他 人家说好啊 我给你三个月好了 三个月刚才可以去 他只剩下五主的台湾 我们的主是谁 日本 可是日本天皇战败 他自顾不暇 虽然他有义务要保护我们的人民 可是那个时期 一切就都是 误会的巧合 没话都暂时留在台湾 可是美国后来也有发现 你这样子欺负台湾人 228事件 强迫规划台湾人成为你的国籍 你违反了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那他也想过要让中华民国离开台湾 可是当时好死不死的发生了这件事情 1950年的韩战爆发 美国的立场他要反共 他要去打战争 那台湾这块土地 这一块大米苍 这块宝岛 他绝对不可以给中国 所以他因为这样的立场 他就暂时就让中华民国留了下来 所以他们的政治利益牺牲了谁 牺牲了我们台湾人 是不是很可恶 1952年4月28号 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签订的生肖 这时候就是我朋友问我的 合约中的第二条 不是已经讲了 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台湾澎湖的主权权利 为什么台湾国是日本 因为日本天皇没有放弃领土主权 他的意义是什么 他只放弃了台湾这一块领土的管辖权 不过他没有把这块土地 土地权状牵让给人家 差别在这里 你让我了解 而且他放弃主权权利 因为台湾已经成为日本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虽然他放弃了主权权利管辖权 对我们是没有国籍 那个是主权权利 这个逻辑会比较深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你要去读新台湾论 他放弃了没有错 但是我们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因为我们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可是因为他已经放弃对台湾人的管辖权 所以台湾人是没有国籍的 这个本来法理之身不是这么容易理解的 可是这个论述是没有错 你们要了解就要读新台湾论 它里面啊 那个答案你逻辑一定要从里面去找到 才有办法去思考 但是你只要很清楚一点 日本天皇的领土主权没有放弃 他没有把那一个 我们刚刚看到的马关条约的 那一个土地权状签让出去 没有指定收受过 这就是重点 但是就会有很多人说 不是有三个公报吗 开罗宣言 波斯坦公告日本详书 不是都说台湾跟澎湖 要信号中国 不是有这三个公报吗 但是什么叫做单方面的认知 单方面的认知就是 我举例 三个小孩在抢一颗球 战争嘛 大家都说这颗球是我的 大家都说这个球要还给中国 不够啊 这颗球啊 不然你拿发票嘛 发票在我的口袋 这颗球的发票在我的口袋里面 那请问这颗球是谁的 日本的嘛 是我的啦 发票在我的口袋啦 是我的 Q是我的 啊到底是日本的 这就是重点 三个公报在战争的时候 他们都说 哦 你要将台湾跟澎湖还给中国 单方面的宣告 可是请问日本天皇有同意吗 没有 究竟三和平条约签订的时候有签订吗 没有 都没有 他只是说这块土地好 那就暂时我们就讲嘛 现在我们这样的这块土地 给台湾民政府使用 那这块土地是我讲师的吗 我现在在使用它 那是我的 不是吗 地有地主的 所以土地权状并未割让 那有了解吗 这就是我们台湾这块土地 领土主权还在日本天皇手上 所以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以假论争欺骗台湾69年 现在70年了 那 怎么封守控制台湾媒体 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不广告 有没有 有什么不怕公告 为什么不上新闻 我们有登报啦 可是那已经是争取到现在 请问一下台湾的治理当局是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叫台湾治理当局 所有的媒体都在 台湾治理当局的控制下 他要不要看中华民国的脸色 要吧 今天他来访问台湾民政府访问你三分钟 他回去剪一剪给你播一分钟 然后东剪西剪拼拼拼拼拼拼 你靠电话去跟他说 你这样说是不对 是假的 你不可以又不说 他下架 怎么会付 不付啊 已经播出去了吗 媒体是谁控制 他要不要帮你播 那是他的权利啊 前几天的财经新闻 TPBS 股权要卖掉了 有人知道吧 中国要撤资了 TPBS 是香港来成立的 香港是中国的 他要撤资啊 要买到啊 新闻会不会看 财经新闻会不会看 中华民国要走了 很多的讯息 台湾人 有一个习惯 他们会说 我没相信 哪有进骨 不过啊 你敢有去查进骨 我讲的都查得到啊 你敢有去查 敢会要查 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自己要去看看 捏造历史真相 我们刚刚讲的 跟你70年读的历史 是不是不一樣 真正台湾的历史 他是不是上的很少 都给你上中国的历史 中国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我们要读康熙乾隆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肇事选举 你们拿着他的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去投他的议员投他的总统 你就代表你要做中华民国的人 不做台湾人你要做一个流亡政府的人 刚赫 你要跟着他流亡 请问他体制内的政党 民进党 国民党台联党 这些党派 是可以独立吗 全部都登记在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啊 就是民进党啊 那他要怎么跳脱中华民国的体制 他领的也是流亡政府的薪水啊 他登记的也是中华民国的 名字啊 他说要台独 有可能吗 阿扁上任之后 原本要台独为什么变四不一没有 他才了解到原来台湾真正的历史地位是这样 为什么台湾国际地位会定论 不能入联不能公投 这都是因为台湾人真正的法理地位 还没有定论 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 这是跳蚤的故事啦 一个跳蚤放在桌上 你把他踏 他就会跳 而且跳蚤可以跳超过自己的身高一百倍以上哦 然后呢 我们做一个实验 你拿一个盖子把他盖着 你再拍 他是不是会跳 撞到了玻璃 头会不会痛 会痛 但是跳蚤聪明 他跳低一点 他就没撞掉了对吧 然后你就把玻璃哦 的盖子哦 换很低很低 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然后换到快接近桌面 你再拍 他在跳是不是还是撞到 可是他是不是越跳越低 然后等你换到快桌面的时候 你在拍的时候 我跟你说 他就用白 跳蚤就用爬的 他就不跳了 玻璃的盖子拿开的时候啊 你再拍 已经没有玻璃了 他也是歪掉 他也是用白 已经没有玻璃了耶 这个叫做自我设限 就跟大家一样 我们原本都是跳蚤 可以跳得很高 可是因为中华民国 七十年来的教育 告诉你说你只能爬 你不要思考 你就是相信我讲的就对了 我们以为自己 民主进步 我以为 我们以为台湾是 言论自由公开的 可是我们不知道 原来我们被封锁的 这么可怕 为什么 大家知道北韩吗 我们在看北韩 有没有觉得北韩人很可怜 有感觉 他们很逢的 有没有 这个世界这么的进步 他们怎么可以被封锁的 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那请问台湾人呢 有更好 台湾人也很逢的 对哦 有什么很逢的 请问你们出国会去查 228历史文件吗 大家知道228有影片吗 台湾可能查不到 查不到历史的影片 可是国外看得到 那请问台湾有没有被封锁 网路世界有没有被封锁 媒体有没有被封锁 这就是被有效的控制 我们不会去查真相 并不代表我们看到的就是真相 那是因为你们不懂得 怎么去查台湾真正的历史 这才是重点 所以要认清我们现在 要做的事情的现实面是什么 你要懂得去分辨 你还敢相信吗 现在看到的新闻都不是新闻 看到的书都是假的 什么才是真的 你要会判断 所以台湾的政治是什么 一连串的假象 很可怕 还好 我们有谁 秘书长林志生 他在2006年的时候 我们的林志生 秘书长他带领228名的 228事件的受难家属 去控告美国政府 他说我终于找到台湾的人的历史真相了 他怎么找的 怎么找的 他关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然后呢 原文书从地上叠叠叠 可以跟站着的人一样高 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的原文书 他就是从这些原文书去找到台湾真正的日暑美战的法理地位 他知道台湾没有办法台独 可是要怎么让台湾自治 要怎么让台湾人可以过更好的生活 我们可以去挖南海的石油 然后让我们头上可以戴那个阿拉伯的帽子 让台湾人可以变得很有钱 怎么做 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 那一块石油是属于台湾的 就可以开采了 所以他控告美国政府 你要还给台湾人一个公道 所以当时在2008年的时候 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People of Taiwan 台湾人没有国籍 无国籍承认的政府 生活在政治炼狱 从228那个时候开始 陈宜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他就有计划有效的 将本土台湾人排除在公家机关之外 包括你们现在拿的那一个 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后面 上面有个透明的条码 就是所谓的辨识 你是本土台湾人还是他们的人 我都不知道啊 透明的 你说 护正跟你讲说 那个是要做号码 请问为什么要做透明的 为什么不来给我们知道 这都我们都不知道 原来被骗了70年 不知道自己这么说 是不是 买去都不知道 2009年的时候呢 这是首次向我们的主要战胜国 美国 他有权力 而且有义务 必须处理台湾的真正地位 他必须协助占领全国 必须协助被占领国 成立属于他们当地的平民政府 那最后呢 他放弃抗辩权 国务院宣布放弃 代表什么 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没想要说啊 我承认 那承认之后呢 搁置本案代审 为什么要搁置 你都承认你骗我们了 那为什么不把政权还给本土台湾人 这个时候他说 我协助你们成立 属于你们本土台湾人的平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 但是请问 我现在将中华民国赶走的时候 你们可以接掌政权吗 你说有人 不然这样我公平 当时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来接管台湾的时候 占领台湾的时候 他带了一千名的公务人员 台湾当时有六百万人民 现在台湾有多少 两千四百多万了嘛 那一比六 四比二十四 那有公平吗 他们带一千人 那以台湾现在的人口比例 我让你训练四千名公务人员 就可以接掌政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在这里上课的原因 我们需要 接掌政权需要政务官 当我们现在一月底 是不是控告美国 大家知道吧 我们一月底就要控告美国 如果我们二月底 开了记者招待会 那时候震撼国际的时候 很多本土台湾人 都跑来跟大家问说 台湾真正的历史是什么 我们要怎么申办身份证 你们知不知道 会不会讲台湾的历史 给他们听 会不会 会吼 爱黑了 不然要读新台湾论 所以 这一张身份证没有去办的赶快去办 在一月一号的时候 它已经通 全球的194个国家已经可以通行 我们的旅行证件在2月3月也会下来 那个都是会震撼全球的事情 当你知道你拿着这个旅行证件 台湾民政府 由美国军事单位核发的旅行证件 就可以出 中华民国的海关的时候 你还不相信吗 而且大家都非常的幸运 秘书长有说过 你现在这个时间进来的人 都 定世人有收好乡 有拜拜 有保险 知道台湾民政府 有多少的人 很辛苦的 将台湾民政府 走到今天 可是就在我们即将要执政的 今年的执政年 各位进来了 很开心 就在这 不到几个月 大家就可以看到成果了 所以没有办的赶快办哦 那你们说 这一个 请问这是什么 奥运吧 上面有写台湾吗 Chinese Taipei 这个图 现在突然觉得 它很好笑 有没有 有感觉很好笑 上面都没有台湾 但是它代表了 台湾参加了多少的奥运 我们 眼睛都是明明都是睁开的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关心过 为什么 有没有 明明我们就可以看得到的 可是没有人去关心说 为什么它上面没有台湾啊 中华民国跟台湾不是等号 没有人去关心过这个问题 那现在中华民国做了什么 裁军 行政院废止案 平潭岛 国共和解了 有Google吗 裁军 裁军第三波了 一个正常的国家 需不需要国防 爱吧 一个正常的国家 应该要有兵吧 可是呢 裁军他一直裁一直裁 为什么 因为 流亡政府 在国际间 有规定 流亡政府呢 你不可以拥有超过自卫队12万人以上 你在国际间就会被视为恐怖组织 所以 美国刚才讲 我都你让人发现啦 你要裁军啦 你不可以再征兵了 你要将你的国军裁到 存10亿万人 符合自卫队的要求 因为你要走啊 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这才是真正的新闻 干你这么看 这个都上网都google得到 可是 你有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解读 他真正的用意跟含义 你看 正常的国家为什么都要裁 没钱每天都在挖路哪有没钱 国民党党产有多多 对吧 然后呢 行政院废子案 你就打 他就 啪 出来 啪 出来 而且还不是废子一两条哦 那请问一个正常的国家 废子这么多的条例要做什么 因为他没有用到啦 他要离开啦 他要去哪里 金门马祖跟平坦 地方很小 相对的跟着他的人应该也不多 他不需要用到这么多的行政条例 哦不行啊 美国都有要求啊 你要走你当然是要叫政权转移啊 你必须得做撤离的工作准备啊 但是呢都秘密进行啊 他有新闻你看新闻有哪一条新闻说我现在正在废子行政条例 没有耶 你怎么要自己去查一个媒体如果他是公开公平公正的话他如果没有被控制的话 为什么一个国家真正的新闻他都不报 然后你随便点一个进去就是废子废子案 那平坦岛呢 这个新闻大家应该有看过 想要复制台湾 为什么台湾哦住了七十年 习惯了嘛 那我现在要撤退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复制台湾 没办啊 还台湾列财 这个新闻哦 我爸爸他是一个算政治狂热的 然后他 刚开始他也就是不太相信台湾民政府 可是这个新闻在报的时候我就问他说 爸我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啊 台湾人啊现在新闻在讲为什么台湾人他可以去 中国 当兵啊 平坦是中国的吗 台湾人可以去那里当官耶 请问为什么台湾人可以去到中国当官 不是不同的 国籍的吧 然后也不是同一个地方为什么 你知道我爸怎么回答我吗 我爸跟我讲说 我告诉他 我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啊 终于我问到他哑口无言了 不会跟我变了 他也想不通为什么可以 所以 在看新闻的时候你没觉得很奇怪吗 还讲说宋厨余也要去 为什么 这个是平坦耶 的计划蓝图 盖台湾有没有这么漂亮 有吗 盖自己的家乡 很漂亮 平坦是一个小渔村 盖自己的家乡啊 10年建设 20年建设慢慢来啦 盖台湾是这样 反正没钱就挖挖路嘛 然后盖自己的家乡 然后盖自己的家乡拿命盖 两三年的时间啊 风力发电 台湾用核能 然后那边什么都用好的 吃的好穿的好用的好 然后拿谁的钱 台湾人的纳税钱耶 去盖他们自己要撤退的家乡 那你说 我们台湾69年来 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 什么意思 太阳花学运知道吗 福茂 ECFA 什么叫国共和解 我们刚是不是有看到国共内战 中华民国国民党跟中华民国共产党的国共内战 那现在呢要撤退嘛 美国总是要让中华民国有个地方可以去 但是当中华民国要撤退到中国的时候 他们要不要做个国共和解 自家兄弟要不要签个合约 签什么 ECFA 福茂 你知道我们这些学生 的学运呢有多么的可怜吗 你看还被冲倒在地上 请问那些学生 有多少人看过福茂的条例 我们上一期的初级班 就有一个太阳花学运的学生来上课 我问他你有没有看过 条例 他说没有 我说那你去抗议什么 是不是 你去抗议什么 ECFA跟福茂里面完全没有提到台湾两个字 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在抗议的时候可能 人家马英九也在笑啊 那你们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我签我自己自家兄弟的国共和解 所以我们 在抗议 有没有 很冤啊 我觉得 忘了吗 而且 是台湾人 这样就没人 自己打了吗 没有用啊 因为流亡政府在国际间 他没有任何的说话的权利 是不是 是 迷失的台湾现在怎么了 大家 还清楚 脑袋还清楚吗 有时候我都跟我妈讲 我感觉 头脑都 不是很清楚呢 可是 我妈妈啦 我姐姐我家里的人都有来上课 来上课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 这就是一个使命啊 使命感 因为你有机会 今天有个机会可以为本土台湾人做事 我们要怎么样去把重要的史观 去导正它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一直在讲 现在新闻不是都有看到 柯文哲 柯P 很多的东西 他有看新台湾论啊 那我们的 柯P他现在所做的事情 有没有很大快人心 有 那以后 我们台湾民政府也跟他一样好不好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 不畏强权 不要官商勾结 我那时候都跟我家里的人讲说 我觉得啊 我们有想过说 一辈子啊 人的一辈子 你有一个机会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一点有意义有贡献的事情 你想象得到吗 通常觉得应该不会轮到我们身上吗 那个可能是慈善家要做的 可是革命家就是慈善家 今天啊我们台湾民政府他给大家一个机会 你有这个机会 你有这个机会团结起来 然后可以为 本土台湾人做一点点有意义有贡献的事情 以后四千名的公务人员 你们即将历史留名 有没有觉得 子子孙孙后代子子孙孙孙 可以看到你的名字就有意义耶 这是我现在觉得哦原来 那个才是一个使命 然后将来呢 执政的时候你可以像 柯文泽一样 今天呢 我觉得那个 人孔盖啊 马路上不是很多人孔盖 可能人家勤无脱策的 薄薄的那种的 我们可不可以学日本一样把他都移到人行道上 安全 可以吗 你可不可以 哦那个 清净啊每次都土石流 已经过度的开发了 你能不能用政策去改变说 我们不要在官商勾结那边你好好的去规划水土保持 你可以去做到这些事情 因为台湾民政府给大家一个机会 所以你要改变你的观念 还有你的行动 一定绝对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台湾真正的历史 我刚刚从头到尾讲的 大家是不是好像 学了七十年 都没听过 可是 你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台湾真正的历史 而且 就在今年而已 不用等多久呢 我们都 当时有太好笑 才有今天的这个事情 你就让他说啊 对吧 他如果不讲 他就拼空啊 你就让他说啊 你让他说我们做我们的 对吧 而且当时到时候是 军事政权的转移 是美国跟中华民国转接政权 然后再由美国转接由台湾民政府 所以不会有战争 所以可以放心 而且中国也没有立场 刚刚是不是讲得很清楚 他说有土地权状吗 你拿证据来啊 一切你现在是民主文明的社会 我们就是讲求法理嘛 讲求证据 所以善没有理由战胜不了恶啊 只要 天使们能向黑手党团结起来 黑手党我们总觉得恶人就较厉啊 黑社会是不是较厉 可是 天使们只要能够组织 你有组织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内